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东方在线网络课堂 我是六级写作主讲教师王江涛 今天我们讲一下论说文的图表作文 图表作文六级写作历史上也考过 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考了 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 图表作文我就不讲经典范文了 我只讲真题透视 大家了解一下 而且比较早的真题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就讲几道最新的真题 第一道考题 2002年6月份的真题 有点说02年还新吗 还有199几年的考题 我还没讲了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 允许你30分钟写一篇作文 关于这个题目 就是学生使用电脑 大家注意02年 当时网络还不太普及 更不要说手机了 当时很多人沉迷于电脑 就像现在很多人沉迷于手机一样 当时人们把打电子游戏单机版的 再往下 你应该写至少150个词 而且 把你的作文根据下面的图表 Chat这个词表 图表 有几个词表示图表 我写在屏幕上 请你记一下 第一个词 table 第二个词 graph 第三个词 diagram 第四个词 chart 这四个词可以表示各种图表 另外 不但六级考图表 考研也考 或者大家以后想去英联盟国家留学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考 雅思考试 也考图表作文 那么各种考试 敞口的图表 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图表 叫做 table 表格图 就是一个表格 很多数据 第二种图表 叫做 py chart py chart 表示 饼状图 一个馅饼 分成几块 大家注意 图表作文 一般还是写三段 二三两段 写法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段 一般写原因 第三段 一般写结论 第一段 有一点小区别 表格图 饼状图 大家扩起来 旁边写上 三个字 静态图 所谓静态图 就是没有变化 静态图 第一段怎么写 请你记一下 三个字 比大小 第一段 一般这么写 下面呢 大家就不用记了 就是在这几组数据当中 哪个数据占比最大 占百分之多少 哪个数据占比最小 占百分之多少 在这几组数据当中 哪个数据占比最大 占百分之多少 哪个数据占比最小 占百分之多少 比大小 这是静态图 一般都是百分比 第三种图表 叫做 bar chart 或者column chart 英文叫做 柱状图 bar chart 或者column chart 给你几根柱子 让你描述一下 第四种图表 第四种图表 叫做曲线图 line graph 或者line chart 曲线图 这就是各种考试 最常考的四种图表 曲线图和柱状图 其实差不多 大家琢磨一下 柱子最顶端 如果连成一条线 那就是曲线图 柱状图 曲线图 用括号把它括起来 旁边写上三个字 叫做动态图 就是它是有变化的 动态图第一段怎么写 送给你三个字 说变化 第一段一般这么写 从哪年到哪年 数据从多少上升到多少 从哪年到哪年 数据从多少下降到多少 说变化 所以这四种图表 主要区别在于第一段 静态图比大小 动态图说变化 二三两段写法 其实大同小异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回到这个题目 下面有三点提纲 当时还是提纲作文 第一点提纲 下图所示为90年 95年 2000年 某校大学生 使用计算机的情况 请描述其变化 这叫图表描述段 请你注意 图表作文第一段 一般是图表描述段 描述图表 第一段不要发表议论 因为不是议论文 是描写文 图表描述段怎么写 就是两到三句描述 加零句议论 描述越多越好 议论越少越好 之前我们讲过 论说文的框架结构 讲过就不再讲了 第二点提纲 说明这些变化的原因 这叫原因列举 图表作文第二段 一般写原因 那么写 两到三点原因 至少两点 最多三点 不能只写一点原因 这个题目还是比较仁慈的 告诉你三点原因 第一个用途 第二个价格 第三个社会发展 用途越来越广泛了 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社会进步了 第三点提纲 你认为大学生在计算机使用中 有什么困难或者问题 这叫归纳结论 或者你也可以写建议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上面有一行英文 average 表示平均的 平均的小时数 一个学生 每周 画在电脑上的 平均小时数 每周 per week 这道题目怎么写 第一段图表描述 第一句总体描述 总体描述怎么写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主题加对象加时间 大家注意 时间1990年到2000年 那么主题就是这个平均小时数 对象就是一个学生 每周画在电脑上的平均小时数 最第一句话应该这么写 说这个图表描述了 从1990年到2000年 一个学生 每周画在电脑上的平均小时数 大家注意 先写主题 再写对象 最后写时间 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把它抄上就可以了 那么二三两句话 写细节描述 细节描述怎么写 像这个图表 这是什么图表 我们刚讲过柱状图 属于动态图 动态图怎么写 说变化 怎么写 大家发现 这个图表可以说最简单的图表了 送给大家一句话 一个对象分两个阶段 大家发现 这个图表只有一个对象 分两个阶段 两个对象各写一句 假设这个图表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每周花在读书上的时间 再减少 那就是两个对象 一个对象分两个阶段 两个对象各写一句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阶段 90年到95年 缓慢增加 第二个阶段 95年到2000年 急剧增加 每个阶段各写一句话 怎么写呀 按照这个公式去写 先写记忆一下 时间加主题加数据加变化 时间加主题加数据加变化 先写时间 再写主题 再写数据 最后写变化 比方第一个阶段怎么写呀 从90年到95年 这是时间 一个学生 每周画在电脑上的小时数 这是主题 从每周1.5小时 到每周4小时 说一下大约的数就可以了 搞定 从90年到95年 一个学生 每周画在电脑上的平均小时数 从1.5小时增加到4小时 第二个阶段怎么写呀 最好加一个关联词 相反 从95年到2000年 一个学生 每周画在电脑上的小时数 从4小时增加到20 增加到19小时 是吧 第一段结束 第二段分析原因 题目给了你三点原因 我就不再讲了 这是第一道题目 图表作文 第二道题目 03年6月份的考题 允许你30分钟写一篇作文 关于这个题目 就是变化 什么变化 ownership owner这个字表 拥有者 ownership 所有权 住房所有权的变化 这道题目是关于房地产的 房地产那个字应该怎么说 real estate industry 房地产业 再往下 你应该写至少一般50个词 而且根据下面这个图表 第一点提纲 图表内容是90年 2000年和10年 工房和私房变化 柱状表 趋制是工房越来越少 私房越来越多 请简单描述一下图表内容 这叫图表描述 第二点提纲 变化原因 这叫原因列举 第三点提纲 归纳结论 这个变化的影响 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 应该怎么写 那么第一段图表描述 第一句总体描述 主题对象时间 时间从90年到10年 对象中国某城市 主题住房所有权的变化 中文的写法是先写时间 再写对象 最后写主题 中文一般这么写 说这个图表描述了 从90年到10年 中国某城市住房所有权的变化 英文怎么写 完全颠倒 先写主题 再写对象 最后写时间 为什么 因为英文和中文截然相反 英文讲究开门见山 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 最重要的是主题 最不重要的一次往后放 而中文比较含蓄 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 最后说主题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应该这么写 这个图表描述了 先翻译住房所有权的变化 再写在中国某城市 最后写时间 从90年到10年 某城市怎么翻译 叫做 a certain city 某城市 这是总体描述 细节描述怎么写 大家注意 在这我们把它标成了彩色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看得清 上了考场黑白的 这个蓝色叫做state owned 什么意思 国有的 那么 这个词16年12月份 四季做门考到了 考到了一个state owned business 什么意思 state owned business 比较是国有企业 private比较私有的 红色的 大家发现这是两个对象 我们说刚才说过 一个对象分两个阶段 两个对象各写一句 这又是一个柱状图 属于动态图 第一段说变化 应该这么写 比方说蓝柱子怎么写 我们讲过一个公式 时间加主题加数据加变化 从90年到10年 时间 主题就是国有住房的百分比 数据从75% 变化下降到20% 那么最后再写这个红柱子 你说与此同时 这个私有住房的百分比 从25% 急剧增加到80% 第一段结束 二次两段我就不详细讲了 其实图表作文和图画作文和情景作文 主要区别就是第一段 这是住房所有权 我们再看第三道题目 03年9月份的考题 当年9月份考过一次六级考试 对于这个部分给你30分钟 写一篇作文 关于这个题目 就是阅读偏好 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题目 阅读偏好 preference这个词表偏好 选择 比方说首选那个词怎么说 叫做prefered choice 首选 比方说你说读书应该是年轻人的首选 更好的选择怎么说 叫做preferable choice preferable choice 更好的选择 你说比起沉迷于网络 读书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再往下 下面有三点提纲 第一点提纲 简要描述某大学学生借阅图书的分布情况 这叫图表描述 第二点提纲 让你评论 其实原因列举 写原因 第三点提纲 归纳结论 还是关于读书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图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 叫做2002年美国某高校学生的阅读偏好 这个阅读偏好 就是主题 美国某高校学生就是对象 2002年就是时间 所以第一句总体描述把它抄上就可以了 这个图表描述了 把它抄上 细节描述怎么写 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表格图 这是静态图 它没有变化 静态图怎么写 我们说过比大小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 Category 分类 书籍的分类 第一类叫做流行小说 第二类叫做非小说 Non-fiction 那么只要不是小说的都叫做Non-fiction 比方大家如果去美国发现 美国书店最多的书就是小说 90%都是小说 10%非小说 小说都是虚构 非小说当然就不是虚构的 真实的 是吧 再往下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 再往下艺术文学和诗歌 右边就是这个在图书馆中 如果书籍流通的百分比 Circulation流通 大家发现最大的就是小说 大家都喜欢读小说 占65% 最小的是艺术文学和诗歌 占5% 比大小怎么写 这四个数据没必要都写 只写最大的最小的 第一段应该这么写 就是在这四组数据当中 流行小说占比最大 占65% 相反 艺术文学诗歌占比最小 只占5% 第一段结束 中间的不用写 这叫次要数据 是需要写最大的和最小的 但是要有具体数据 你不能光说小说占比最大 占多少 要有具体数据 第二段分析原因 第三段写结论 我就不讲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道题目 图表作文我要讲的最后一道题目 06年6月份的考题 对于这个部分允许你30分钟写一篇议论文 标题是出国旅游 大家注意旅行这个词 这个L可以双写也可以单写 英国英语这个L应该双写 美国英语这个L应该单写 在六级作文当中 英语美语的拼写都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学一个类似的词 出国留学怎么说 叫做study abroad 或者study overseas 出国留学 下面有三点提康 第一点提康 近十年来某市 他没说哪个是 X市 越来越多人选择出境游 这是图表描述 第二点提康 原因列举 第三点提康 归纳结论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 上面写的是 95年 2000年和05年 这个X市出国旅游的人数 是吧 这个主题就是人数 对象就是X市出国旅游 时间95到05 所以第一段图表描述 第一句总体描述 把它抄上就可以了 细节描述怎么写 大家发现又是动态图 柱状图 是吧 有变化 最简单的柱状图 分两个阶段 一个对象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95到2000 缓慢增加 第二个阶段 2005急剧增加 你说 从95年到2000年 这个X市出国旅游的人数 从大约是多少人 比方1000人 增加到比方说3000人 说一下大约的数就可以了 相反 从2000年到05年 这个城市出国旅游的人数 从3000人 急剧上升到比方说 12000人 第二段分析原因 第三段写结论 图表作文的真体透视 到此为止 我们讲了四道 比较新的考题 经典范文 我们就不讲了 在我们的讲义上 可能有一篇图表作文的经典范文 大家自己去研究 我们就不讲了 论说文到此为止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论说文 我们讲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论说文 框架结构 到底每句话写什么 第二个内容 论说文 情景作文 第三个 图画作文 第四个 图表作文 而且情景作文 图画作文 我们讲了真体透视 讲了经典范文 图表作文 只讲了真体透视 论说文到此为止 接着我们会讲应用文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应用文虽然已经好几年没有考过了 但是再考到很正常 大家也需要了解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六级写作的应用文 谢谢大家